菩萨保佑免去雪光之灾 作者清明 墨学分享一个在墨学身上发生的事情 正月十四早上发生的 若非蒙观音菩萨保佑 不知结果会如何惨烈 墨学孩子现已高三 在外地读书 因疫情开学日期厚颜 学校每天网上布置作业 网上传作业图片 全靠孩子自觉复印 因墨学浮薄 业障深重 墨学的孩子属于作业再多 学习压力再大 也要每天留够游戏时间的 墨学为此和他沟通无数次 效果不佳 一怒就没收手机 墨学因单位正式上班 和他分出两地 正月十三日晚 墨学和他联系 发现他手机没了 那就看电视 高三孩子正分夺秒的学习 读他似乎无动于衷 墨学心中的火 像火焰山般的高 同时因为这次疫情 口罩 酒精 成了十分紧俏的物资 墨学好不容易在网上购买 加上单位发放的 就想送给孩子老人使用 顺便再和他好好交流一下 不行就断电视流量 正月十四早上 做完早课 向观世音菩萨 秉明此事 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就急急忙忙的出发 下小雨路面有点滑湿 平时墨学开车很快的 但墨学喜欢边开车边吃肉 每次都很顺利 今日也是一样 先不放群主念的大悲咒 一边开车一边跟着墨念 进入山路时 将过一个弯道 墨学下意识看了一下 速度七十 墨学想下雨天有点快慢点 不久就发现车子 好像开在油路上 方向盘突然不受控制 方向盘打旋转 车头猛的朝河边开去 墨学点刹车 急打反方向 速度完全不降 又快速向山上撞去 就这么在路上来回旋转 乘蛇行急速前进 扭转几次 车才停下来 整个过程好像有人控制车框似的 奇怪的是 平时路上车多 那时一辆 没有一辆车路过 如果有车一定非常惨 而且当时全是转的急盘 车子很容易翻车的 奇怪的是没翻车 而且车子也没挂上护栏 没一点寡擦 整个过程墨学似乎在梦中似的 点杀 有人帮着开 而且墨学没急 没害怕 好像是旁观之似的 等墨学停下车 耳朵里面 还放着群主念的大悲咒 墨学休息一会儿 想想孩子那边没口罩 加上他学习态度问题 还是继续出发 边开车边大声念大悲咒 没走多久 路面出现大雾 路况十分糟糕 墨学只能心理祈求菩萨加持 保佑顺利平安 念大悲咒 大悲咒 经过十分钟左右 浓雾没了 雨停了 如果不是 观世音菩萨保佑 群主加持 墨学今日 不敢想象是什么情况 雪光之灾是避免不了的 那节路爱发生事故 墨学速度过快 心中装饰 经理难免会不集中 若非菩萨一路保佑 墨学不敢设想了 感恩顶礼 再一次感恩佛菩萨 感恩群主和夫人 感恩精进群 每一位同修师兄 专门